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对人类来说 即是考试来的 其实就令我想起 以往原来很多人对于天使的理解都是错的 就是觉得什么呢 为什么神做天使呢 就好像我们以往看中国的神话 或者外国的神话那样 都觉得天使就是神做出来 服侍自己的 但其实当现在教导的时候 真是想起来一刻 是的 真的很矛盾的 既然神是全能 他哪想要服侍他 他不是好像人类一个有钱佬 需要一些工人帮他做事 神是不需要 因为根本所有东西是他做的 就像牧师 你以前很久之前分享过一套信息 就是神是不需要人去帮的 就是我们不要帮神去做事 我们应该是去侍奉神 以侍奉神 其实目的 神希望去塑造一帮人是能够持祂 而其实天使 如果按着这个概念 天使是不是都是同一个概念 就是 让我们活在人类这一世当中 是能够成长到更似神 但我们跳到另一级了 就成为天使了 我们不是说 变成好像一个工人那样 去服侍人类 或者去服侍神 都是另一个考验 让我们是能够在天使这个身份里面 再准一级 甚至乎好像 牧师 你以往也分享过 就是成为神一个的进程 是啊 是啊 因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看回很多次经 我们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以乐书会有讲过 人类是天使来的 人类是离世之后会变成天使的 是不是 就是以乐会变成Metatron 是不是 就是这次经我们知道 是有的 但是我们转不过脑 因为我们是没有这个理解 但是只不过肯定那个Metatron 是以乐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后 和我们一起跨过时空穿梭 去到在人类历史当中 所以那里写的那段 就变成我们掌握不到 难道他一死了就立即变成天使 不是 是原来和我们 我们是集体变成天使 然后我们集体一起 会再时空穿梭 只不过在那里 就是以乐 甚至很明显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记得生前自己的东西 是的 就是他有过责极的东西 只不过很多人去遇到天使 那个天使 自己都不记得他生前的东西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现在从这个 关于在时空当中 这个那么有趣的做法 真的一绝 就是等于原来一个游戏 你写一个AOE的游戏 大家都想着 我是AOE的游戏 全部都是打他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 你不是有DC 你直接有了Kingdom 是吗 就是再去打 但是你完成的东西 是比你想象中更加宽 更加大 就是那个游戏 就是那个游戏 是有打两次的 隐藏的游戏 就是说 你将故事翻转 以另一个身份 再打回这一场游戏 你已经完全是要 完成的东西不同 你会损失的东西 都不同 是不是 就是说 可以很敢打的 即是 即是连游戏 都一向可以这样做 是一向都可以这样做 可以 原来完成了这一版 之后 在一个版尾上有个波图 是你以天使的身份 去打完之后 你是带着这个Kingdom 但是如果你以一个 TC再加上农民开支身份 你永远不会见到这个波图 就是这样的 即是同一版 同一个时段 其实是根本有两个玩法 不过以两个不同的身份去玩 但是玩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知道 我们在玩的时候 看到其他这些出现的东西 走马灯这样穿过的人 或者每一样东西 原来就是自己 这个近代 基本上非常之天能 很多都是突然间 有些东西 但是我们是从来做 现在是什么 但是那个路线 不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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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 原来在现实内 根本就是这样 但现实也是因为 这个是这个 时空的交错 而形成到现实的 一切都无论 现实的方法 无论他的孟德拉效应 或那些人类的历史 神经理干预 全部就是因為這樣已經是導致這個現實這樣誕生 看不到前書第十五章第四述二節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 所重量是必扭壞的復活的事不扭壞 心轉報警 眾細細代代落下機應 誠今古在經營是空證改變決舉證 我注一望 人是幾分農 一時翻轉激動 每變化結是神永遠震動 我盼望 開啟神父前創造寶宙 創世送心處幻變中 我盼望 若盡熱煮往共參